投这个客运司机 因为呢他很不开心 学生在车上实在太吵了 这样把16个学生呢半路丢包 学生吓得根本不知道该要怎么回家 事后这个客运司机被停职 但是也曝露出偏乡的交通问题 因为这群学生他们住在偏远的法治村 上下课都得仰赖公车 这一趟路下来至少一个小时 学生们为了准时到校 每天五点钟就要起床 从家里倒公车 这个搭公车的站牌 必须要走上半小时 上下学对他们来讲 这路途很辛苦 放学了法治村的孩子 赶紧搭上交通车返家 老师趁开车前 联盟上车跟司机沟通 就怕丢包事件再发生 客运这回更换司机 司机赶紧发车 一趟路很远 从普里市区往山上走 经过一个一个隧道 一个小时后 天色昏暗抵达法治村 学生下车还得再步行半小时 才能返家 走过黑漆漆的道路 有人走累了 干脆向杂货店老板借电话 请妈妈来接 就停这个大路而已 没有进去小校这边 对 很远就走路回家 看到哥哥一起 有时候自己回家 有时候打电话 法治村没有国中 学生为了念书 得搭公车到普里市区 而从家里到搭公车的车站 又是四五公里的路程 每天被迫五点起床 五点先准备 然后六点 那个爸爸妈妈 带我们去那边 那个 带公车 然后公车来就出发 然后到学校 大概是七点多 一般回到 回家呢 回家也是六点多 每天早早出门 却是晚晚回到家 家长担心公车要是不行驶 就惨了 也要求孩子 别在车上吵闹 免得司机受不了 又半途丢包 记者综合报道